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有哪些事情让他们感受到了更多的温暖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 爱的传递 说明镜与点点栏目 家裡現在沒有一點點經濟來源 我不出去打工 家裡為了讓妹妹以後更好地付出 所以我還是必須要去打工 為家裡付出 那我知道你在家裡是有最理解的 家裡實際上是預測這種功能 你想法是對的 但是家裡的經濟相見 這些也挺好一點 如果長大了 我們這個主委就說 現在就是要有所謂的 有所謂的好處 這一家人是江西省上饒市戈陽縣人 夫妻倆都在苦苦婆心地勸說 兒子小文要繼續上學 那小文今年才只有15歲 馬上就要讀初三了 為什麼她突然想到要載學呢 對於小文的這個決定 方來望夫妻倆不光不生氣 反而還覺得兒子長大了懂事了 但是他們內心深處是希望兒子不要載學 這一切又是為什麼呢 從2007年開始 方來望夫妻倆就帶著女兒小林在深圳打工 他們的生活本來既普通又充滿希望 可是到了2011年 方來望的妻子周彩花感覺特別不舒服 經過檢查她患上了結腸癌 我花了七八萬塊錢 只有那時候還有一個差不多十萬塊錢 我自己差不多那樣的錢 我在那裡就 後來化療化療在那裡 在那裏管的那邊做了手術 做了手術東西 後來又化療東西 那錢就慢慢就不夠了 就像親戚的一句戒療 自從妻子患病之後 方來望感受到了巨大的壓力 她根本拿不出這麼多錢應對 就在方來望特別苦悶的時候 女兒小林的身體又出現了意外 經過檢查確認小林得的是白血病 那一刻方來望對將來完全喪失了信心 我當時在那馬路上 我真的就是 我在那醫院 我真的想跳樓 我就想死了 後來我總是在那想 整天都睡不了 如果我死掉 這兩個人這個家就完了 這兩個人誰在照顧 誰在承擔這個 真的我真的是接受不了 那天天就哭 天天就不吃飯 天天就是在那醫院那裡 可是等到恢復理智後 方來望知道 她根本不可能一走了之 那個醫院好像好多人都這樣 她說你也不要 就是聽見有命吧 你遇上了這樣 你就要面對這個現實吧 就說你死了 你家裡這兩個人怎麼辦 你這個怎麼能過去 我真的就是 不知道天天在那裡就是哭 真的就是想 打消了輕生的念頭之後 方來望又向親朋好友借了一點錢 帶上女兒 來到了南昌的一家醫院 這個白酒病有幾種呢 她說有高危的 有中危的 她說你這是最好的 還是不要危的 是最好好吃的一種 她說你不要那個 我聽她那一說 我心情又會好一點 好瘦一點 在南昌治療了一段時間之後 小林的病情有所好轉 可是緊接著 另外一個壞消息又傳了過來 周彩花因為擔心女兒的病情 吃不下睡不好 她的癌症擴散了 已經演變成了宮頸癌 我知道那個事 我就不行了 慢慢慢慢 我自己開始就 把那個甲狀腺腫起來 但半個月都不到 我這個甲狀腺腫起來 因為我還在做發療 還沒做完 後來媽媽 一顆了月沒睡眠 像我這種 我這個必須要睡眠好 可以那麼少心狂的 對心理有壓力 身邊不好 很容易 那個癌症很容易 馬上來 因為擔心周彩花的病情 不但沒有好轉 反而更加嚴重 周彩花在上海治療 女兒小林則在南昌治療 方來望 只能把她們倆的治療時間 儘量挫開 我女兒我也看得也好心疼 這次在那裡她晚上睡 一生就痛 她自己睡不好 拿到那枕頭墊在這裡 她墊在這裡 她墊在又睡不著 又還是這樣哭 她一個晚上就在那哭 看到女兒忍著疼痛 跟病魔作斗爭 方來望的心每一天都在煎熬 看到爸爸傷心 懂事的小林 還知道安慰爸爸 爸爸是跟妳住在一起的 爸爸是跟妳住在一起的 爸爸 妳有沒有看到爸爸哭過 她一般想的時候不掉眼淚 晚上時候她拿電腦照相 看到她哭了 女兒的董事也讓方來望更加欣慰 從南昌回來後 方來望又要帶著妻子到上海做化療 小林只能跟著奶奶生活 小林說她現在已經學會了自己照顧自己 方來望是家裡唯一一個能夠賺錢的人 可是現在妻子需要人照顧 女兒也需要有人照顧 自己的父母年事已高 已經不能承擔這個任務了 那這些重擔全都壓在了方來望一個人的肩上 癌症的反反复复再加上經濟上的沉重壓力 這日子常常讓方來望過得是喘不過氣來 眼看這個家庭就要陷入痛苦的深淵了 好在社會沒有拋棄他們 社會各界及時對這個家庭伸出了援助之手 讓方來望再次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為了給妻子女兒治病 方來望先後花了三十萬元 不僅花光了自家的积蓄 而且還借了不少外債 我們這次打他的針 就打這個藥 這個藥就兩千多塊錢吃 上次就是七千九百六十多 那這次就用了三支這個藥是吧 用了三支這個藥 四百七 四百七 這個一盒能吃幾天 得知方來望一家的情況 上饒市白血病仁愛救助基金 就給予了他們三萬元救助款 並號召有愛心的人士捐款 愛心人士的捐款數額達到了一萬八千多元 方來望一家住的房子 是建於上世紀七十年代的老房子 如今早就已經是破敗不堪 無法居住 無難之下 方來望帶著一家老小住進了弟弟家 易陽縣中泛鄉鄉政府了解了這一情況之後 立即給他們申請了微房補助款 按了幾個檔次的 一般的農村困難戶 微房改造就是一萬二 第一保護 微房改造一萬五現在 這個還有那個古保護 它就是一萬八 這樣子的 三個保護 第一保護 一萬五 一萬五 政策 一萬八千年 第一保護 八千年 那些人 一萬八千年 十三十年 一萬八千年 五千年 八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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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地政府和爱心人士的帮助下 王莱旺一家住上了新房 妻子和女儿经过治疗 病情也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这些都是让我们高兴的事 可是后面的困难还有很多 你看周才华每天还需要一大笔的医药费 她的身体非常非常地虚弱 还需要有人照顾 所以王莱旺根本就没有时间去挣钱 他们一家人的生活该怎么继续呢 正当夫妻俩为将来愁眉不展的时候 家里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事 让他们是悲喜交加 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 2013年的春节刚过 儿子小文就跟方莱旺提出 他想退学 外出打工挣钱 帮助家里分担压力 我只希望妈妈和妹妹的身体越来越好 我会尽自己的力 来说为这个家减轻负担 小文今年才15岁 还在上初三 对于这个决定 小文表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虽然起不了多大重 但是能为家里减一点负担 我的心里也很高兴 总比在家里 四个人都没有经济来源 因为我心里就很难过样子 我想到就是家里一个人 这样不能为家里减轻负担 得知小文的这个想法 方莱旺心中特别矛盾 跟他讲过好多次 我说你还是读书还是中央 他也说 他说老爸你知道家里这个情况 你也看一看 你家里欠这么多钱 你培养得起我吧 如果我考上大学了 你还有钱培养我吗 作为父亲他特别希望儿子小文多读点书 将来有个更好的人生 如今这样的局面让方莱旺特别愧疚 看到儿子有可能因为家庭困难而辍学 还在病中的周采花更是着急 方莱旺知道 如果小文现在就出去打工 他的人生就会改变 于是他想尽办法劝说小文 我受苦不要紧 只要妹妹以后 读书的环境会好一点 我心里还是很开心的 可是无论他们怎么说 小文依然不想改变自己的想法 方莱旺也不知该怎么办了 这个时候他突然想到小文的班主任 他觉得有可能班主任能说服小文 他也比较懂事 他觉得是在学习跟这个照顾亲人的时候 他选择了照顾亲人 这个这样的情况 所以他讲有机会再来读 我在前面也跟他讲 我讲你这个学习有机会 还是以后还可以读高 原来在此之前 小文因为要照顾母亲 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上学了 经过跟老师沟通 老师也同意他暂时 现以家庭为重 并且还给予了小文 其他方面的一些支持 我知道这个情况以后 我也把他家的情况 跟我们学校的领导 也反映了这个情况 我们学校给予他很大的帮助 包括一些上面能够照顾他的 我们也都能照顾着学校的那一些 当然我们学校也没什么非愿 能解冕的都解冕掉了 当得知小文想退学的消息后 他的班主任也特别着急 为了让小文回心转意 班主任赶紧找小文谈心 因为家庭的经济条件 实在有限 所以我不想成为家庭的男人 所以我不觉得自己 曾经能讲出这样的话 这说明了你这个人 非常有数 非常知道的感情的人 但是我觉得 这是家庭的经济情况 你都是小孩子 这不是你所考虑的 你呢 可是不论班主任怎么说 小文还是觉得 必须要为家庭分忧解难 哪怕是牺牲自己的未来 小文的班主任 将这件事情汇报给了校长 后来一阳县的副县长张钱 也得知了这个消息 他决定去做做小文的工作 经过深入交谈之后 张钱副县长表示 今后会继续关注 方来望一家的生活 县长的话呀 也是我们特别想说的 让孩子尽快的重回教室 但怎么样才能让 董事的小文重回教室呢 孩子看到自己的家庭困难 主动提出分担 甚至要不惜牺牲自己的将来 辍学打工 从这点上看 小文啊 他是个小男子汉 负责任 懂得担当 可一个未成年人的 稚嫩的双肩 是担不起这么沉重的担子的 更多的需要我们这些成年人 需要我们这个社会来承担起来 帮助这个贫病交加的家庭 度过难关 让小文重返教室 劝说是没有用的 需要的是爱心 是制度 是切切实实的精神和物质上的帮助 是人心的温暖和坚强 我们期待着 我是徐骏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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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